今天也是創家族 一代二代和三代 第一次同台 我想此刻 我们的Rise 也有很多的话想说 来 这一小文 因为我个人真的也是 非常喜欢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也是在我的歌单里面 然后今天听了现场以后 其实比平常听的时候 更感动一点 我觉得 5452830吧 就是无时无刻不想你 师姐们肯定也不只是说给粉丝听 我觉得也是说给团里面 每个团员听的 我觉得师姐们 其实给我们Rise 还有印堂少女的师妹们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给我们这些创家族的团体们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限定团限定的永远值时间 不可能是情义 就像师姐们 今天可能已经是在解决的一个状态 但是只要你们还在一起 就永远都也是火箭少女101 然后我觉得我们Rise以后 也会做得更好的 然后今天看着 子婷学姐好像也是没来 然后希望她早日康复 谢谢 你们有什么话在此刻想说 我们问问美琪 就是看师妹师弟们这样说 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火箭就是已经结束了 两年的这个时光 其实师弟师妹们在说的时候 我特别想跟他们讲的就是 好好珍惜这两年的时光 其实我们来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 这个时间是限定的 但是我们来 其实就已经很有勇气了 所以我想说 就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希望你们可以 珍惜身边的成员 然后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因为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宝贵的回忆 小七 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火箭上的101 肯定会的 是吧 是 好好感受这个舞台好不好 好好感受你们 包括蜜蜜在一起 感受这个舞台 这是属于你们永远 最动人 最美丽的时刻 谢谢火箭少女101 谢谢大家 接下来